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睡不着的深夜 我在努力回想着咱们走过的这些年 很多事情都已经不太清了 也许是生活的平淡压制了爱情的热力 你从女朋友慢慢变成了我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点子蛮多的人 但相处的四年时光 都让我想不出一句想说的诗词 甚至于我在网上搜索了 网友们听过最棒的诗词 都没能找到满意的答案 因为我想不出一个句子 能够准确地表达我对你的感情 直至此时此刻站在这里 我突然发现 我最想对你说的话 其实是一句谢谢 一路从校园走到了就业 虽然那时我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但当时我就暗自下定决心 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你 后面在我们的共同努力和家人的支持下 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终于今天和你站在了这里 就在刚上台的那刻 我还有些恍惚 仿佛我们上学还是昨天的事情 但是当我从你的眼里 看到我自己幸福傻笑的样子 我才真正感受到时光 在我们身上的变化 谢谢你走进我的人生 让我看到幸福的样子 中文真是一个很伟大的语言 它称呼爱人为另一半 这是多么棒的描述 因为在遇到你之后 我的人生才真的完整了起来 谢谢你的包容和宠爱 你小小的身躯是我大大的依靠 爱情不是电影 生活终将平淡 但我相信人生自有失忆 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将灿烂无比 最后像所有相爱的人 期待的那样 愿我们有岁月可回首 且以深情共白头 今天 你攒够了三大剑 划回了我这一大剑 遇见你是无意 认识你是天意 牵几手的那颗 便是一心一意 邱先生 以后的人生 爱情你多多指教 祝你多多指教 你多多指教 Let's clap for them